了解一下今天需要他们帮助的嘉宾 面临着怎样的情感困惑 各位请看 我们俩结婚一年多了 结婚之前感觉她挺宠着我的 结婚之后感觉她变了 脾气也变大了 对我也不那么太在乎了 我认为我没有太大的变化 上班挺累的 下晚回家不想说话 玩手机了 我认为我能缓解过来 但是她总认为我不理她 她总认为我变心了 现在回到家 我感觉我们俩的氛围特别的怪 她也不舒服我也不舒服 其实有的话到嘴边 我也想说 她知道我的性格比较内向 有的时候到嘴边又说不出来了 现在最后一年她就变成这样 接下来日子我不知道 我俩该应该怎么办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小李26岁来自辽宁 是一名技工 来 有请小李 有请 女嘉宾小婷同样26岁 也来自辽宁 是一名业务员 来 有请小婷 有请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技工 技术工人是吧 对 哪一行 修车 修车 好职业啊 很厉害啊 结婚多久了 一年 结婚一年 对 恋爱多久结的婚啊 恋爱十个月左右 恋爱十个月左右 满打满算 你们还不到两年 对 你就觉得她变了是吧 对 越来越 怎么认识她 是在家一个地方的 然后是在微信附近人认识的 谁家的谁啊 她家的我 我家的她 你家的她 当时 看她的照片 感觉就是挺信任的吧 然后就家了她 然后很快 十个月的时候就结了婚了 那样对 出不了一年 说说她有什么变化吧 就感觉她最近就是 不那么在乎我了 对我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天天下班回家 就是玩手机了 就是唱天打游戏 然后要不就是微信聊天 也不理我 为什么不理人家 上班挺累的 下班回家 在躺床上玩手游戏 放松一下 放松一下 对 完了 过去跟你谈恋爱是放松 是吧 过去跟我谈恋爱的时候 那不 我让她那只对我可好了 让她使 使了普通鸡的诺基亚 然后 谈恋爱的时候 两年前 你还让她使诺基亚 手机为什么呀 对 因为我以前 有过一段恋情 然后就也挺花心的 然后就分手了 分手了 打跟她出去一架 我就问她 我说你能不能弄 不用智能机 用诺基亚那些能打的 然后她就接受了 她说行 那你看你那时候 对我多好啊 那她现在还用诺基亚吗 不 然后讲完以后 就给她换回来了 现在又换回来了 现在又换回来了 那除了打游戏之外 还有什么对你不好的呢 就是脾气越来越暴躁吧 有一次嘛 我俩下班会讲 吃完饭了 那就没事 躺在床上看电视吧 然后就不让她看笑 我一会儿抓着她 抓着她仰儿 一会儿把屏幕关上 然后她就跟我激眼了 就说你再动一下你试试 然后我就又动了一下 我也没成想 她反应那么大 然后直接起来 直接把皮肌本就摔了 那天我的皮肌挺 上班挺郁闷的 然后遇到了一些 不开心的事 我也不想让她知道 我心里不好受 然后我就到家 躺在那儿看我电视 结果她一二再 再二三的 总去烦我 你以前也没那样 以前也闹我呀 那我以前也这样 你咋不激眼呢 我就是老公 你回来下班了 陪我待一会儿啊 我说你咱俩 小天看完电视 从来不 然后就下班就玩手机 有的时候下班了之后 我把饭都做好了 给它盛上放桌上 问吃吧不吃 然后连续几天都这样 就连续回家都不吃饭 连续后一天都不吃饭 就是到家就是肯定就 雅精盯在手机上 不是不吃饭 我的意思就是告诉她 你先吃饱 我玩一会儿再吃 然后我吃完我就给倒了 你不不吃吗 那我就倒了 那你还吃饭吗 那我就不吃 那你没饭了 她再吃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别的吗 然后就脾气包 就是总大发了一听 那种的 她大发了一听 发到什么程度 动手打你 不 那倒没 就是摔手机 就动不动就摔手机 摔谁的手机 我俩都摔 摔过几个 结婚一年摔过几个 七八个吧 为什么摔呢 就是吵吵架就摔 就是没地方撒气了 她也不打我 她也不敢打我 然后就摔手机 就有一回嘛 我俩在家吃饭 吃了吃的 就说了一句玩笑话 然后我就把手机 就这么扔到她身上了 那你看我俩坐房边 根本就是不远 也不是说啪砸她 然后她一躲 电话就掉菜盘那里的 掉菜盘里 她二话没说 拿出来就给我摔地了 然后我就生气了 那你说我也摔呗 我开出来 我就撇窗外去 所以你说 这七八步 是你们俩共同摔的 不是她一人摔的 我就摔过那一步 那你说你吃完饭了 你俩都说这说那的 我在吃饭 你把电话给我 摔到菜盘里去了 我能不生气吗 那你给我扔地了 你给我摔地了 那你以前哪没这样 你以前我也跟你闹 你哪没记过眼呢 那你都不要了 那我还留着干嘛 那你干嘛 万一酒回来呀 那不是后悔了吗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别的吗 有时候我们去 就是简单地吵几句嘴 然后她就生气了 然后朋友打电话说是 出为喝酒去 然后她就去了 我还是一去吧 然后她请个 我还是就花了不少钱 那我都没说什么 你们家是她出去喝酒 对 你出去喝吗 因为我的兴趣和爱好 没有那种爱好 不喝 也就是说你们家 是她愿意出去喝 对 你愿意待在家里 对 那实际上你总惹我 你说我生气呢 我除了喝酒 你看我的委屈 我的心情 我也不可能跟父母说 我跟你说 你又不过来她 那我就只能跟闺蜜说吧 那跟闺蜜喝酒吃饭 那喝了喝了就伤心了 那就喝毒了呗 那你至于喝的 后半夜一两点钟吗 那我也不是跟男的 一个闺蜜 再说你也不是不认识 然后让她去 她从来不去 那你在外面喝酒 我能放心吗 那你连电话都不给我打 你咋不放心呢 我给你发言 你打电话 你告诉我你的位置吗 我怎么没说 我打我出去喝酒 她从来不给我打电话 说得媳妇哥打你 从来没有 一点短信都没有 你是多么的渴望 她给你打电话 对啊 我就等电话 你不等我就不为家 等到两点 然后要不当 我就自己回去了 你这样的事 我回家多难受 我有时候也有累的事 那我回家挺难受的 我问问她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 要孩子呀 越快越好吧 越快越好 就是最近这一两年吧 就要要 对 那你这老出去喝酒 可怎么样啊 那她要不惹我生气 我也不出去喝酒 所以也就是说 娃也没方生是吧 对 反正是 行 我接着问啊 生娃重要 打游戏重要啊 生娃重要 生娃重要 你天天打游戏 咋生娃呀 那 只不是偶尔 下班时候玩了小会儿 她是偶尔玩 还是随时 天天玩 上厕所电话都不离手 你看 我也没耽误我睡觉吧 天天 每天就是 是你可不耽误你睡觉了 哪天 每天就是打了 就是打连个门把游戏 那睡觉电话都可以 被窝搂着 她在被窝里搂电话呀 我的天哪 那是比较凄凉是吧 那都不搂我 有时候就是玩玩就是困了 然后就把电话发 就抱着手机就睡了 是吧 行吧 那这个 这种情况在结婚多久以后 就出现了呢 姑娘 最近这半年吧 我就不知道我们俩的问题 出在哪了 可能说也是我有我的问题吧 但是我希望说 她的注意力多 在乎在乎我一点 你觉得她现在还好看吗 好看 好看 真好看 假好看 真的 她在我心里就是 永远都是最好最美 就是在心里是吧 对 但是眼睛可以不看她 眼中无她 心里全是她是吧 眼中都是游戏 我打我打我打打打 行啊 是这样吗 对 你没给她吓了 没有啊 那我认为 你一生气的就说电话呀 那提摆家 你根本说不了 听明白 所以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吧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就要这样是对 我也没法过来 你觉得这问题严重吗 我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呀 这就是问题了 丈夫说我认为没什么问题呀 我不就打会儿游戏 对不对 对啊 解完婚以后就是正常平平淡淡的嘛 就是啊 很平淡很正常嘛 都应该是这样过日子是吧 对啊 你是觉得 你怎么就冷过我了 这日子过得不对了是吧 才结婚一年多 你就出现这么多问题 才刚刚开始 那你说就这样 我受不了 受不了 听起来好像说 哎呀 有那么严重吗 这不就生活的锁事吗 对吧 其实这样挺好的 发现问题 咱们及时地让老师给你们把把脉 好不好 来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奔卷 来 沙老师给说说吧 年轻的新婚夫妻 嗯 我问一下男生哈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 日子过得可无聊了 嗯 我认为解完之后 就是平平淡淡的 那你跟他谈恋爱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每天有没有觉得 哎呀 今天天都特别蓝 阳光都特别明媚 有这种感觉吗 嗯 有吧 反正主要就是看到他 就特别特别好 特别特别开心 嗯 现在呢 现在那种状态还有吗 也有 但是 少了 对 因为我把这种 已经改为成就是亲情了 这就是大家所说的 新鲜感过去了 其实每一对情侣 在走过恋爱时期 进入婚姻状况之后呢 都会度过这个新鲜感的 这个时期 然后会觉得 哎呀 好像没有以前 那么热烈了 两个人在一起 没有那种激动的心情了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每一对情侣都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才说 婚姻需要经营 可是怎么经营 是一门学问 最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是沟通 就是你们两个人 现在没有有效的沟通 以前大家老里儿讲说 什么门当户对 可是在当今这个社会 其实三观一致的婚姻 比门当户对的婚姻 更重要 三观一致是什么 人生观 价值观 世界观 我们说得太大了 往小说 就是你懂它 你了解它 你跟它有共同语言 和共同话题 甚至高眼的是 有共同的奋斗目标 所以你们两个人 现在缺乏一种 共同的东西 把你们俩拧在一起 所以你们两个人 应该找一些 共同的爱好 共同的话题 这样的话 两个人就不会觉得 没话说 两个人结婚之后 日子越过越平淡 是对的 我们是要平平淡淡过日子 可是不能说 拿平平淡淡过日子 当借口 当不去沟通 不去交流的借口 明白吗 所以我觉得 接下来两个人 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比如说想要要孩子了 那我们共同为要孩子 去努力 还可以比如说 一起出去旅个游啊 换一换环境啊 人在改变环境之下的时候呢 两个人的那种状态 就会发生改变 努力地去靠近他 理解他一下 男生也一样 要去学会关心女生 要知道他在想什么 不能沉浸在 你自己的世界当中 好吧 好 谢谢 好 谢谢莎老师 来 莎老师 我觉得一个 这个男孩子 26岁 然后把生活过得 那么的老龄化 才结婚一年 所有的快乐 所有的激情 所有的澎湃的东西 都丧失了 你这个找的不是媳妇 或者是你以找媳妇的名义 给自个儿找回了一个 妈妈的接班人 妈妈回来给我做饭 给我洗衣服 不用打扰我 我愿意玩什么玩什么 然后还不嘚巴我 或者偶尔嘚巴嘚巴 我也当没听见 您这分明是找妈的节奏 不是找媳妇的节奏 夫妻之间是需要沟通的 相互有交流的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定位 把自个儿还弄到一个 大男孩的这个状态上 这个有点太强人所难了 因为你的妻子 她跟你年龄一样 她也需要你的呵护关心 但这时候你老使用她 但是你不给予她 她当然跟你急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女孩 就是太理想化了 你觉得婚姻当中 就是天天一下班 然后就得俩人在那儿 老是促膝长胆 耳鬓思磨的 那是电视剧 那也不是人生 所以我觉得你们俩 应该去有一些 共同的正经的一些 生活当中的 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哪怕是说 你们去说为了生小孩 有一个健康的规划 你这天天一生气 就出去喝酒 完全是一个怨妇的 一个处理情绪的方式 所以要想改变 把你们的婚姻 去一个调整的话 你得活得 让自己显得矜持一点 这个男孩子也是 你要知道女孩子的心 不是说 你给他拿一张结婚证 就能锁得住的 你得用爱 得用关心 谢谢二位 好 谢谢 谢谢白老师 来 杜老师 女生说结婚才是刚刚开始 男生说爱情已经结束了 男生刚刚说了两句话 是有很多人在结婚之后 经常说的话 第一 结婚之后的日子 就应该是平淡 错 应该平淡中制造一点点浪漫 男生说我们现在只剩下亲情 这也是很多男生的口吻 也是错误的 结婚之后 是亲情式的爱情 你结婚之前吧 是两个人情投意合 结婚之后就加上了志同道合 所以在结婚之后也是有爱情的 这是亲情式的爱情 结婚之后的确 没有结婚之前那么一些畸形和冲动 但是一定要制造一点点浪漫 说白了 其实你们俩没想着怎么好好过日子 如果彼此之间有想好好过日子 今天存个一瓶米 明天买个新电器 后天去旅旅游 然后再做一个短期的生孩子的计划 日子才能一步步往前走 如果你们俩根本没有计划 如果你们认为结了婚之后 就像两滩死水 没想着往前奔 那你这日子是没有盼头的 女生你说男生对你太冷淡 如果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你所有的秘密他都知道 生活当中习惯一览无余 结了婚了不需要装饰自己了 反正你都了解我 我索性就这样 那当然是索然无畏了 即便是在结婚之后 每个人也应该有日新月异的变化 比如说变得越来越会打扮 变得越来越漂亮 变得越来越上进 变得越来越热爱自己的工作 那么每个人的精神面貌 是会逐渐变化的 但如果你没有变化 没有了结婚之前的那种喜欢打扮 那种少女的娇羞 也没有了生活之后的那种贤惠 操持家务 你说你这女人越病越丑了 每天喝酒 满嘴的酒臭味 你说谁会对你感兴趣 所以说结婚之后 我们称之为妇人 妇人就应该有妇人的样子 妇人应该有妇人的风韵 你只有每天不断地变化 精神上的饱满 审美上的变化 和对于日子本身的情分 这个女人始终是保持新鲜魅力 你没有 对于男生也一样是如此 结了婚之后的男人 一定对自己是有责任心上的要求 我工资下个月要涨一点 到明年我的职位要升一点 对吧 我明年我也要为家里多挣一点 两个人如果都有往前奔的这种意思 那你们每个人身上会 很自然地焕发出一个 婚后的男性或女性的魅力 但事实上是很多人结了婚之后 活得还不如结婚之前 结婚之前还会打扮打扮 或者在对方面前装一装男性的魅力 去健健身 但到结婚之后一切都算了 反正这鱼儿都上钩了 我干嘛还对自己严苛要求呢 就这样嘛 所以当一个人已经不注重在对方面前自己的形象的时候 已经开始堕落 日子是越笨越有笨头的 是越往前走你越有希望 像今天比昨天好 明天比今天好 两个人才生活得有劲 对吧 所以说这就需要双方在生活当中制定共同的目标 彼此有伤有良 亲爱的今天你工作怎么样 咱们是不是明天计划的去看看房 哪怕不买也作为我们一个目标 那么彼此就有交流 所以说不要把生活过成离婚之后的样子 永远要把它过成是希望明天比今天更好的样子 想过就好好过 不想过就好好散 好吧 对 谢谢 听懂了 听懂了 游戏下了吧 有什么意思 发现对方的心弦太重要了 寻找共同的事也挺重要的 日子需要有规划 也别太计划 生活都规划完了也没什么意思 所以你说有什么呢 没什么 就是最大的变化来自于什么 两个人 过去是一个人 现在有个靠 都有点眼眉见 谁都有个不开心的时候 什么时候他真的不开心的时候 就真的跟你说了 这日子就过好了 但是从他不开心开始张嘴跟你说 需要你慢慢地去练 谢谢来啊 大男人呢有什么咬不起呢 主动跟老婆说一说 游戏少玩玩吧 回家最好别玩 你啊 别喝了 女光棍才喝酒呢 还想回光棍生活呀 不想 少喝点吧 一年顶多跟闺蜜啊 出去喝那么两三回 大家开心开心就完了 没别的就好好过吧 不想过 也不太现实 你们俩今天来这儿也不是为了离婚吧 是吧 不是 女生我倒知道 你是让我们修理她的 男生你为什么来 我就特奇怪啊 就是他有时候就是对我挺抱怨的 行吧 你们俩就看着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来吧 我知道我有错 不应该走喝酒 但是我希望你也能为我改变一下 不说能回到当初那种感觉吧 但是你也别像说老师说 我都过得那么 就像一摊四水 我也认识到错误了 我成天就是不应该就是成天走玩游戏 因为我应该抽出时间多陪陪你 以后尽量去多给你点关注 多给你点爱心 去带你溜着溜着 带你每天开开心心的吧 我每次都这样说 你让我再想想 行了 时间到了 你们俩这生活 给你们说的都未如绝了 行了 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回去吧 这个未来怎么调整 是他们自己的事 来 监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天津F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网腾讯视频 搜独视频 爱奇艺乐视视频 PVTV剧力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生活里到底能不能 变成他们期待的那个样子 那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来 请 来 请开门 打个船辑习�们 小小的激素 小小的声音 优酷辑 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谢谢 本来没有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要保湿一辈湿一辈湿防晒双过敏 播出一辈湿女王 幻炎季期间 爱情宝卫战的春季套盒 多加一元 多送一套 改变自己 做自己的女王 来 我们见证 属于她们自己的爱情吧 请见证 各位 老婆 以后哪天天天都对你好 你这样 我绝对不会冷落你了 我也会答应 在爱里等着你 陪你叹息的中的你 在梦里全是你 不要再牵引 把我绑紧 两颗心一辈子不分离 不想去的月期 那场幸福距离 谢谢你们 来 好好过吧 请回 请回 在爱里等着你 未来的灵满清晰 在爱里全是你 思念让心疼 无法呼吸 爱泛滥却没什么落地 看到这种 这种婚姻状态的时候 其实你挺害怕的 就是这么年轻 结婚刚一年 就已经进入到了 这样一种 一潭死水的婚姻状态当中来 如果我们的婚姻 都是这种状态的话 其实真的很可怕 我们希望今天 是他们一个良好的开始吧 像男生说的那样 每天关注 其实只要一点点就够了